- 美娃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在這個風水當中喔 我們家裡的廚房啊 被視為是財庫 所以當財神爺來到你家 你家的廚房太亂七八糟 它就給你挑過人家 那就糟糕了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教大家轻轻松松 打造一个让你料理很顺手的幸福厨房 马上来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好朋友 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聪明妈妈CINDY 哈喽大家好我是CINDY 再来这一个呢 可爱帅气的锅具达人明达爸爸 大家好我是明达 那当然我们在家里煮饭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用到一个更美好 更美妙的工具的时候呢 可以让煮出来的料理更增添了这色香味 对除了料理要好吃 我刚才说你们家的家务跟你们家的宅客 就在厨房还不可以乱 好所以呢这个聪明妈妈之前也很困扰 因为呢前面那一堆 前面这一叠这么高一叠 因为你看有拼地锅又有炒锅 然后又有汤锅又有小的可能奶锅什么的 然后每一个叠这么高 但是在收纳的时候真的是很不方便 而且最重要 这个只是他们家大概十分之一的锅具 过来清拆摆一摆 好那刚刚要讲又要炒又要汤锅 这都基本款啊 对其实我们在家里的锅具真的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锅具这种东西 大家都是花那么多钱买的 那怎么可能说随随便便就丢掉 可是但是会一直补充锅 家里就是锅具很多 所以一定会越买越多啊 我们每次都说买锅具很像我们女生在买衣服啊 买衣服一样 永远就少一个啊 永远都少一个锅具 所以说其实像锅具收纳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也是现在其实现在的家都是那种小巧精致 对现在都有的寸土寸金你知道吗 平素那么小你空间都全部给锅具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啊 像我以前你看这我厨房啊 我厨房就是叠得像这样子的乱七八糟 厨房一角 对 厨房一角 这还不是全部的锅具哦 因为我有很多锅具呢其实是收在柜子里面 买的就是说这样乱走也不是办法 所以说我买了 我真的是找到一个好法宝 可以看一下 登登登登 哇 你看我现在的锅具收纳就是这么的整形 这样看起来好清爽哦 简单点多 一半以上的空间耶 对 可是它虽然少少的可是炒锅 汤锅 煎锅 通通都有 而且还有两种尺寸的大小汤锅 包含我这个要保鲜盖啊锅盖 通通都收在一起 全部在里面怎么可能 真的 这个就是通通 等于说它就好像叠叠的就像鸡木一样 哦叠叠了来看一下 俗文头前才有一个叠叠了 原来就是那个大中小尺寸不一样 所以你思维的时候那个空间都没浪费 就一层一层叠了一层 这样做会受做会就对了 全部放一层 你没方便逼一个东西吗 逼什么东西 拐吗 他没有把 没有手把 对 他就是没有手把 因为碰到我 其实我家就是我刚有讲嘛 小巧精致 对 那我们的那个流理台去洗锅子的地方 对 我一般的锅子在洗的时候 我锅子要斜的 因为我那个洗手槽就小小的 因为会卡住不方便 顺下去就被拿掉 对 当不好洗 所以像我用到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锅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在洗的时候是完全不占空间 因为其实你看 所以现在你这家是炒锅喔 没有 你不可以把它单单当成是一只炒锅 你看它这样子 我刚才说它这么圆 就是一个没有手把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可是当我如果说我要煮饭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可以分离式的手把 所以它的手把是要用再拿出来喔 对 你先看它要装的时候呢 就像这样子 而且它是这样扣上去的 对 它就这样就扣住了 那有稳吗 这样很 很稳就稳了耶 来来我 很方便吗 像这样子 嘿 哎呦 你要打黄球吗 嘿 有没有 它这个是完完全全直死的咬住 把它抓得很紧 那因为像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这时候我也是很担心说 这个手把会不会容易脱落 后来我去研究一下说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采用世界专利韩国制造的这种手柄 所以说它是两段式的开关 像这样子弹开了以后 还要从这边按下去 它才会打开 这样子非常安全 对 那个 来 Sindy妈妈 你说你有一只手把也是被你烧坏的 是不是 对 我这里有一只 因为它其实现在已经在晃了 然后你看 翻过来看它这边 它这里已经烧到焦掉了 有时候大火的时候 难免那个地方就去烧掉了 而且这样子是真的很危险 对 这样一向一向你 对 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喊 是放出来 这次应该不行 变肥喊就糟糕了 这个很危险 所以说不管是收纳 或是在使用 其实就蛮不一样的体验 那包含是在清洁 那它这个锅子 因为锅子现在其实说不沾 这好像是必备基本款 对 那再来就是差在说 它有没有那种吸引我的这种功能性 对 那因为不沾过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其实 它比较多有像这个我们讲的 印度的问题 对 那所以我现在的我先简单 我先用这个锅子来示范一次料理给大家看说 说现在天气冰冰 可以一锅什么 薑母鸭 对 我就先做一个薑母鸭 而且说也是要一锅搞定 对 一锅搞定 我就这个胡麻油 先把它加下去 那就先把这个姜母倒进去 那因为这个材质它也比较特殊 因为过去我现在用 我用了很多种不沾锅 那不沾锅有这种陶瓷有矿石啊 那它这个是采用那种日本的那种陶钻的材质 陶跟断 对 陶就是那种陶土有没有 我们的陶锅 陶锅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虚热的效果很好 那预热还会释放这个远红外线 所以说外面特别近就不像说 我们用那个陶锅 在硬 滴滴 那因为这个锅子 你像这个带骨啊 这个鸭肉肉带骨就这样有没有 对 像这个就一般的不沾锅 它就很怕 很怕说去刮到 这种骨头 对 那但是 一般的不沾锅有的 你如果把它刮到就 刮到 像它这样翻炒的时候 它就已经就刮到 有那个刮到的 整个就要丢掉了 对 掉掉了 那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这种安全不能嘴巴讲一讲 这种光一个手把 它都做到有专利 对 因为像其实这个手把 外面也是这种琳琅满目 像这个我也有看过就是 轻轻拌一下就整个手把掉下来的 那这只手把呢是像这个 它是有韩国的世界专利 对 世界专利啊 对 因为它这个就变成不能仿冒啊 那有这个它的世界专利就是 两段式的开关 对 两段式的开关 等于说多加了一层保护 所以说像我这样子 我不用的时候我拆下来的 那我要用的时候我再把它 像这样装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像这个再翻炒啊 你看像这样子 我们如果说有时候要呛锅对不对 对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里面加个米酒 直接来做个呛锅的动作 所以说像这个锅子 你看它这样子的容量喔 它这样子它足足可以做到 六人份的这个姜母鸭 六人份喔 对 六人份 对 好 所以它这个直径 这个厚锅 这厚锅是多大吗 30公分 有30公分 有30公分 你先看它这个是 它因为它的设计喔 除了说可以叠放以外 你先看这个盖子 对 我刚刚看到那盖子很多 因为一般就是滚来滚去 对 它这个是可以整个这样站起来 它这一组是 我会好喜欢它就是 它整个从内到外 从上到下都吸引的 包含它这个盖子啊 它还做了一个这个 我们讲的那个 有防疫锅盖 然后还可栽粒很好握 它这个气孔喔 不像一般的锅盖 是做在旁边 做在旁边的话 它容易里面的东西 会滚出来 但是它做在正中间的时候 它热压力循环很平均有沒有 它就会从这边进去 然后热蒸气就会从这边喷出来 对 那我们现在要盖上锅盖的时候呢 来 我先把它 就把那个手把就可以拆起来 对 那我用一个这个 隔热垫 它这个厉害的就是说 当我们现在这个沸腾了 有没有 我们要上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 在这边就放起来 以前在煮菜的时候 是我们是说 煮一道 把它盛盘 再拿去桌上 这样你要洗两道东西 你要洗碗还要洗碗 现在我们就对炒菜锅 放在桌子上 直接放在桌上 碳锯喔 对 如果不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沸腾起来 这样更不冷 对 更不冷 那当然除了说 像这样子的功能 它只是 炒锅 它还可以当成这个容器餐具 容器餐具 最重要它还就是很贴心 有没有 就是像我这个 这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 哇 你看它加了一个 这是刚刚那个锅子嘛 这是刚刚那个锅子 这个是汤锅 对 汤锅 可是它上面有加一个 你现在从冰箱拿出来 只要放一个保鲜盖 它变成一个什么 保鲜盒 保鲜盒 对 所以我就不用说 隔开前去穿那些东西 对 那一样我像这个如果说 而且这样放上去就可以煮了 就可以煮了 就有时候我们那个东西切好 可是没有马上用 所以我可以一次切多一点 那有一餐就是先把它炒掉 那剩下就给它放在那个汤锅 然后保鲜盖盖 放到冰箱去就好了 对啊 而且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个冰箱 这种鸡肉 你有时候洗水果也可以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来做这个第二道一锅到底的 香菇 香菇麻油鸡 对 香菇麻油鸡饭 都是很温暖的 对 我直接先把它加一些些的麻油进去 所以汤锅我们也可以拿来炒东西吗 可以啊 其实这个已经是超越我们传统 对锅具的那种使用的想像 因为以前都是一种 就是只能煮一种东西 但是它一个汤锅可以很多用途 对 所以这种锅子很聪明 对啊 好 来 那我一样 这个调料都先下去 那这一组在我使用的时候 它其实我发现说 它的导热速度非常的快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快 其实我去研究了它这个锅子 因为锅子它的导热 跟它的所有的功能 跟它的厚度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锅子呢 它是采用五层的复合结构 那它复合结构最主要就是表面 它有淘沾不沾层 然后再原矿基底 强化聚热层 均匀导热层最重要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有人有IH爐 有电磁爐 有黑金爐 对不对 它这个锅底有做到IH的导瓷 所以也可以用 对 只要有爐具 都通通可以用了 好 那像我们这个麻油鸡饭 其实很简单 因为锅具它本身有淘沾的蓄热功能 汤锅也可以当炒锅 炒锅 用对的 就看你哪一个救手 用对的料理都很简单 看起来都很简单 所以现在你还把白饭 生米 给一起丢进来 这个香菇麻油鸡饭 其实它就一个诀窍 因为我们这道料理 其实大概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 但是我们就白米 我们稍微先把它泡水 先把它泡过水了以后 大概泡20分钟 对 那把它泡过了以后 我们等我们这个鸡鸭炒到差不多7分熟 香菇跟姜那种煸过了以后 我们把白米倒进去 倒进去了以后 我们只要加上我们刚刚那个泡香菇的水 对 泡香菇的水 把它泡过 那倒进去 让它去吸它的这个汤汁 对 那吸到差不多 吸干的时候呢 它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当然 我们这个要吃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呢 可以直接把它端上餐桌 只将可以直接上餐桌 如果说你把它当成这个容器的话 你把它端上餐桌 对 有一支饼 它就不像容器 那就是一支锅子 对 但是如果你要变 而且那个在餐桌也不方便 一秒钟 从锅子变成 变成一个容器 变成一个 那叫什么 在餐桌上面用的汤锅 对 有时候吃不完有吗 吃不完的时候没有关系 你不用再装到那个另外的碗 又用保鲜膜装 等一下等一下 明达爸爸 汤锅它就只有这个盖子吗 其实不会 它还有另一个 汤锅一定要有汤锅的盖子 所以汤锅也 在焖煮的时候也可以 很贴心喔 对 如果吃不完 我们再把它放起来 拿去冰箱冰 对 就是很方便 多功能 可以随意去搭 连在冰箱收纳 都会变得很整齐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你给它盖 那个什么 保鲜盒之后 那如果两个锅子 还可以叠在一起 对耶 真的 收纳很整齐 对啊 就可以一起进冰箱去了 对 所以真的是 一锅搞定不用换锅 不用 然后呢 炒锅汤锅 还可以变成什么 我们桌上的器皿 太方便了 后来我们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美味料理 要来交给大家 喔 这个叫做 锅具餐具跟收纳 竟然可以一次搞定耶 太聪明的锅子了 对啊 而且我发现它连外观啊 就是都做这种 很有美感的颜色 很这种珍珠质感颜色 但是又怕它这个白色 会不会很容易脏 会担心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妈妈 你把那个白的拿起来 好 这一个吗 随便拿一个 然后再拿一个原本的 这个吗 好 来 一边叫優雅 来 優雅拿出来 这个不行 那个拿起来 就变黄脸婆了 对 白色的叫優雅 贵妇 是这一个 然后旁边这就是 垃圾的 这个黄脸婆 而且 除了黄脸婆 不好听 不好看以外 来 锅子给它翻过来 这种锅子 就要 怎样 淘汰了 这个真的要淘汰 这要丢掉 因为它全部都刮伤了 这个吃进去是不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怕的 PFOA 像这种铁芙蓉的毒素 就是在这种情况产生的 过呢 刚刚妈妈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白色很美 很漂亮 不过 会怕辣散 其实那个 Sindy妈妈的疑虑 就是我的疑虑 对 因为 那锅子 那如果真的吃到外面 那外面 那看了是很不舒服 那看了 就东西都不好吃了 所以 所以我就直接来解除你的疑虑 因为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厨房 对 那我就直接做一件事情 它外面这样 很漂亮 对不对 这个白色 我直接拿这个 酱 直接把它涂在外面 直接涂 对 我把它涂在外面 那再来呢 我把它放上来 直接开火下去烧 那同时 我顺便做一道料理 就是边烧 我顺便做一道料理 因为一般的 应该不能这样子 当然不行 你像 那外面这个 你现在直接涂 你现在要给它一个考验是吗 对 看看它这样子 耐不耐脏吗 是的 因为很多锅子 其实我们都是 烧久了以后呢 黑条锅 它就黑掉了 黑条锅 其实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像黑条锅 你每次在开火的时候 它就会因为高温 然后再继续烧那些 产生致癌物 致癌物 毒素 在厨房的话 其实你就是边煮菜 边吸它锅 边烧出来的这些东西 对 所以这其实对身体不太好 所以明达爸爸很残忍的 在那个美美的白色锅子上面 涂了那个什么酱在外面 对啊 就直接像这样子涂在上面 那再来同时 我下面这个在火在烧 对 对 那我上面呢 也同时呢 烹灯下去烤 上下同时 对 内外 就是温度 都高温 对 温度 因为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其实我去看那些大师大夫 他们在做就是所谓的呛锅 锅器 那要有这个锅器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经得起高温 对 那我像这样子烧 基本上下面也在烧 两三百度 上面也在喷也是两三百度 哇 OK啊 已经黑掉了 对它已经黑掉了 这样真的洗得掉吗 明大爸爸 洗不洗得掉我们待会马上试 你就把白白的锅子变黑锅了 变黑 变黄粘 我这个炙烧干贝 其实就是利用瞬间的高温去把它完成的 嗯 这个就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你看这样一直清烟对不对 外面这个部分 它已经黑掉了 黑掉了对不对 真的有得救吗 有没有得救 我就像这样一条抹布插过去 掉下来了 你根本就碰到它 它就掉下来了 对 你看这种 这个下面这个就擦不起来了 这个是连刷 连拿剃刷啊 你刷都刷不掉的 不可能 那已经是整个掉下去了 对 那刚刚是用抹布轻轻一擦就掉了 像这样子 你看刚刚烧成这样烧架对不对 也是像这样轻轻擦过去 用抹布一擦就掉了 对 用抹布 当然我们家里的话 你要是有水的话 好干净 这样轻轻冲过去它就整只像这样 所以它是内外都不沾不黏好清洗啊 对 所以它这么优雅的白色 就不会担心说 对 不用煩惱说 不是这个 加速炉这样烧一下整个黑色 对 现在给它上桌了 对 直接上桌 上桌当然有这个饼就不好看了嘛 我们把这个手柄把它拿走 可以打开 很方便 所以说 制锅具也是餐具 餐具一次搞定 而且我看到它这一个小的 也特别喜欢 这个我也很喜欢 好可爱 这个真的很方便 而且我刚刚一直在试用 它这个把手专利的 它真的很方便 你看它解开两段式 然后扣上去 然后这个再锁起来 妈妈马上学会 然后很稳 而且啊 妈妈你这样拿起来一下 翻过来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当亲子锅 如果小朋友喜欢煮 然后家里有这小小锅的话 而且这个做早餐啊 给小朋友啊 他们喜欢吃那种煎蛋啊 培根 我有幸福感喔 都很方便 对 因为像这个锅子 其实它就是一支玉子烧锅啊 那像这个玉子烧锅呢 它就是说像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要做像这个蛋料理 你看像比方说像我们这一支锅 它不是说只能夹一个方向 你可以放在旁边喔 它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夹 最主要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夹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玉子烧呢 在家里自己动手做 这是我刚刚马上做起来热腾腾的 你看像这样 玉子烧肥肥厚厚的 玉子烧就是小朋友他最爱吃的 对 那我们里面可以加的这个培根啊 或者是说像这个卤酪丝 对 那这个就可以当成爱心早餐 那当然除了说像做这个玉子烧 它有这个弧度以外 它也是一支煎锅 也可以变煎锅 对 它也是一支煎锅 那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用这支锅子的 来做一道这个煎鲑鱼 炙烧鲑鱼 可以煎鲑鱼 对啊 因为它的其实看它像这样子的特殊造型 它是长方形的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个鲑鱼肥厉 就是像这样 刚好一条放在里面 刚好小小的 对 方向可以放一点蔬菜啦 一起入锅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来做早餐 所以前面那边也有准备像是 一些什么早餐烤个什么吐司 对 像锅子本来就不是说 只局限在一种用法 对 像如果说它的这个 我们的需求 比方说有些人做早午餐 它一个锅子够大的时候 一边煎蛋 一边煎这个培根 一边煎香肠 我们都可以自己运用 它除了说做料理以外 可以做早餐 可以做点心 甚至 刚刚有讲到这个玉子烧 玉子烧 甚至你有时候在 煎鱼 因为它可以用那个IH乳 有没有 黑气乳 我们有时候摆在客厅的时候 我们自己来做什么 做BBQ 对 自己蒜肉 有道理 而且我刚刚讲到说青子锅 像爸爸妈妈就可以用炒锅 然后旁边有一些小帮手 很喜欢帮忙的 小朋友就可以用这个小小的 对 他也很有参与感 让全家一起参与很幸福 而且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学料理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对 哇 一样你看一下炒锅 一样可以这样 我们一定要加一点点的这个酒 煎锅 都可以 那其实这一组锅 因为我真的在家里 我都会加一些酒去提味 那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说 它的材质是很经得起高温 因为它是那种日式桃转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你有时候像这种呛锅的动作 你都不用担心 但是要记得 你如果说是那种 来路不明的材质的锅具 我们就尽量避免说 有这种过度高温的动作 对 因为那可能就会因为温度过高 那产生了我们不喜欢的这种毒素 毒素致癌 那还有就是说 刚刚就是说 颜色啦 那大家是觉得百搭 就是百色 那不过刚刚明达 明达爸爸讲到说 这个五层剖面当中 所以这样每一个锅子 它不管是炒锅 汤锅 或者你现在用的这种玉籽烧锅 都是五元吗 对 那很厉害吗 其实不厉害 因为我是男生 那我是男生的话 讲起来可能比较不准 那我们请这个Sindy妈妈 好 可以啊 你试试看拿这个 我试试看吗 这草果应该是最重的 对 直接夹这个最重的 这一个吗 对 看看是真的重还是假的重 它虽然是五层的复合结构 很轻耶 但是它的重量不重 而且 很轻耶 我不得不说 你现在穿这样的衣服 然后又配这个锅子 你就是贵妇 就是贵妇 跟本事好不好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扣子 它连扣这个锅子一样稳耶 它这个就是两段式的韩国专利 就是它真的很方便 手法是有专利 而且我发现非常非常顺手 所以现在为什么韩国跟日本 都流行这种锅子 其实就是 它把那个饼跟那个锅子 把它分开 是因为现在大家寸土寸金 收纳空间都很珍贵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会玩那个积木 积木就是你可以把它自己 随便的叠嘛 那叠起来你可能是把它全拆开的时候 就很乱 对 但是你把它叠起来的时候 它就变得真的 你其实就可以往上叠 叠高的方式 那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空间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有炒锅 还有汤锅 对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叫做玉子烧锅 玉子烧锅 好 那它可以当餐具 对 可以当餐具 还有什么厨具 可以 还可以做 保鲜盒 保鲜盒 对 你看这样放的时候 对 保鲜盒如果你冰冰箱 对 我就可以把它藏叠 这两个可以叠 对 而且像我在厨房 在家里的时候 我有时候洗水果 我就直接用这个妆 对 它这个装很方便 我就直接在里面洗一洗 这个很理想 对 就是用这个洗 对 有时候这个苹果要泡水 泡水 泡水 我也是直接这样泡 把它倒掉 泡水 这样也可以 对 这样放起来 之后呢 我们要冰的时候 只要保鲜盖 把它盖上去 就可以冰 对 那像这个大的呢 我就可以冰大型的苹果 木瓜 小的呢 我就冰葡萄番茄 我没有煮菜 就可以叠在一起 我要吃水果 它也可以拿来做保鲜盒 对喔 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现在这样整桌 现在也是叫做乱操招了 因为全部的锅子给它出来了 我要怎么收回去啊 收才是最简单的 对 收才是最简单 收是最头痛的 保鲜盖打开 你看喔 炒锅放下面 对 我们就直接按照它的大小 一层一层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骗小孩说 来 我们来玩堆积 一起收 对 就像这样 那我们再把这个 如果说跟的都没有再用 是 它这个整组把它收起来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完全不占空间 跟这里这样差很多 奶锅也进来了 对啊 我这里已经是全部的锅 还有手把也要进去 对啊 手把有进去 心里妈妈的 你看我这边全部这样 你看这样到这样 差很多 来 我们接下来帮大家来做一个总复习 那也请明达爸爸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有的锅子 我们要来怎么样来使用呢 其实像我们在家里 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问题 那空间 你如果说都摆得 都乱七八糟很挤的时候 那我们心胸会跟着狭窄 可是你看我刚刚这个三支锅具 四支锅具的时候 我把它全部浓缩在一起 完全不会花到你这个多一个锅子的空间 对 所以说这个锅子我在使用 我说真的 它很吸引我的事 它不单单是锅子 它还可以变成保鲜盒 又是餐具 保鲜盒你要去冰水果 那冰完或者是我们冰食材 冰完了以后拿出来继续煮 而且你看哦 一二三四四支锅 炒锅煎锅湯锅 专利的手把 对 再搭配上这韩国两段是安全的专利手把 很安全 完全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炒一炒 手把会不会有断掉的问题 对 那再加上说我们现在 其实家里很多人的炉具 炉具的部分 你可能有IH炉 有黑金炉 有电磁炉 这样它底部呢 还有再加上一个IH的复合底 等于说所有的炉具 通通可以用 搭配上像这个我们讲的 对这个陶钻的技术 我们要煎煮焖烧炒 通通难不倒 太棒了 尤其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 也是让我觉得很棒的 因为我通通搞不清什么炉 什么炉 不能用 有的锅子都有分 太复杂 对 像这个瓦斯炉 IH炉 电磁炉 黑金炉 卡丝炉 甚至因为我们只要手柄一拆掉 手柄一拆掉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的塑料的 等于说它的连手柄都不在的时候 你要把它送进烤箱 那也可以 等于说只要有炉 可以加热它就可以用 好 所以在厨房当中 聪明选对 好锅具 好厨具 真的让大家料理更省时省力 好我们今天谢谢来宾的分享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有任何的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上我们的女王当家 FB粉丝团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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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